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年前我父亲是毛病住在医院 我也没时间回到老家去看他 因为什么呢 我老公在同一时间 我老公也中风了 住在医院里面 这边老公要照顾的 我不能同时 这边也没情人照顾老公 那段日子反正怎么说呢 过得真的很艰难 没人能尽量到这个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在这个期间 我父亲在几天之前 来的一个电话 就跟我说 你自己要把老公照顾好 不能好像嫌弃他 现在是中风瘫到老 父亲在临死之前 可能跟我交代了这个事情 最后一面没见到我父亲 等于在殡仪馆见到我父亲 尽管我的丈夫 现在呢 怎么说呢 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 但是呢 我对我 我没见到我老爸呢 最后一面 也感到内疚和纠结 但你不能总过着 对现在的这个事情呢 感到过着 现在过着也很累 也很吃力 今后的生活 还要靠我自己去过去 我不能现在或者 不停地后悔过日子 我宁可的向前看 也要把自己好好过过 把自己今后的日子过好 不停地走 在一个人之间 对孩子们进去 去上班 学生的一些 儿子 现在呢 在一家医院上班 他呢 一生都是我 感到最欣慰的 没想到他 能进来这么好的单位 我为他感到骄傲 因为我们这个能力 就现在有先 也要全靠自己 去奋斗去 生活是靠她自己的 孙子肯定我是想不好的 我妹妹都有些孙子了 孙子两周了 每次回去 我没事了想小孩了 我就打电话给我妹妹的外孙 我妹妹也知道我喜欢小孩 我想我的孙子 不仅是我们梁家的后代 她也是我们梁家的竹竹辈辈 把她抚养成了一个很优秀的孩子 孩子们不只是代表着未来 更是所有前人看水的接近 能回转是怎么说呢 我没有想过 我也没想过 我也不是以后的 但是我就想象了 我现在把我自己的认识 过好每一天就行了 只要我儿子 我老公身体好 身体我们家三口身体健健康康的 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所以以后呢 真的到那一天了 我要把自己的遗体捐献 所以我跟我儿子说了 儿子保持沉默 老公也保持沉默 反正我说了 我下定决心 我早前一天 我肯定要去把这个遗体 要捐献给国家 人的生命带不来 死带不走 我叫定妃 今年五十六岁 在上海做亲戚工阿姨 阿姨 祂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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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